哈喽,欢迎收看卡尔说求,我是卡尔 今天为大家带来国际组种女子世界杯 十六强赛,瑞典对阵美国 台湾时间8月6日,下午5点开梯 两队皆为女组的强权国家之一 美国在小组赛一组当中是取得一胜两合,以分组第二出现 而瑞典则是三战全胜之姿,在G组以分组第一出现 美国在面对荷兰的小组赛中就有率先落后的问题 并且在62分钟才将比数颁品,并且直到结束 而对战葡萄牙更是夸张的17次射门 6次射阵全都被挡下,甚至当中包含6次的角球 可以说这一届的美国队并没有外界所说的如此强大 但还是有未免军的样子 不过在射阵以及传球成功率上仍有不足的地方 而瑞典虽然被分到相对轻松的组别 但其实也只有阿根廷实力上不同层级 他们对战南非也是先被进球,90分钟后才逆转 而南非最终击败意大利以小组第二出现 确实令人跌破眼镜 不过若有看意大利前面几场的表现 会发现也算是情理之中 毕竟他们在后防端问题实在过于严重 光是以瑞典那场来说,整场就被进了5颗球 并且没有任何一颗乌龙球 这对于目前在16强要面对到瑞典的美国队来说是一大考验 尤其瑞典人高马大 对于角球的战术是非常灵活 投锤的位置给的都非常不错 美国队需要非常注意并且提前卡位 不然将角球送给瑞典会是致命伤害 并且从小组赛就能看出 瑞典的边路突破能力给其他队伍带来很多麻烦 被迫清出底线 但美国队并不是省油的灯 上届的冠军并非浪得虚名 虽然他们小组赛并没有太多进球画面 但防守上可不马虎 尤其在三场小组赛中仅给对方两颗脚球 可以说整体联防的强度是做得非常好 完全贯彻球不往底线不制造问题 因此这场比赛透过小组赛双方的踢法了解到 美国的防守对上瑞典的脚球是有办法处理的 因此这场我会认为在正规时间内 双方应该会赞成核局 这边推荐核局 大小分为2.5小 比数是0.0以及1.1 也推荐上半场的核局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場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